十二級衝出美麗新態度又來 今時今日泰國曼哥有新玩 是一個新的主題樂園 主題就是恐龍 恐龍是這樣的還是這樣的 哪一停的呢 我真的不知道 哇 哇 這樣啊 還會動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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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咬我啊 很不痛的 只是氣力而已 不過挺過癮的 很有趣的 乖 乖 受理級 受理級 你看恐龍許許如生 人經訓練 但不是只走那麼簡單 最重要是穿這隻東西 這隻東西 你見平時的人扮紅貓 毛毛公仔覺得很熱 大熱天時 還有這個有多熱呢 告訴大家有多熱 我以身試試給大家看看 要捐進去的好嗎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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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先下腳 好 鑽著我們之後呢 還有一家餐的就是這個了 這個就是控制恐龍的頭部 還有聲音 哇!哇! 有聲叫 熱不熱都熱帶運好後面有把風扇 風扇 於是那些人不太辛苦 但雖然不太辛苦 都辛苦都很熱 真是找食家蘭 哇!這隻這麼嚴重的恐龍 哪裏跑出來的 就是我扮了 人扮恐龍我扮恐龍 你看看 哇!真是搞笑 已經碎了恐龍 哎呀! 哇!真是辛苦 太辛苦了 哇!熱得很緊要 你想想 一兩分鐘都這麼辛苦 公子哥兒們扮了恐龍 哇!哇!你說有多辛苦 這些真是辛苦 但這麼辛苦 表演得這麼下力 都抵你來看 是不是? 哇!太熱了 哇! 天啊! 這是曼谷鬧市遊客區裡的恐龍樂園 有17畝地這麼大 哇!裡面一樣樣有得玩 都挺有趣的 看看這個地盤圖 哇!還有摩天梁 又有紀念館 又有表演體 好!馬上行動 看看 看看 這是一個高科技的恐龍資料館 進來後會知道 盤古瘡開 恐龍是怎樣出現 接著怎樣滅亡 甚至恐龍蛋 是怎樣誕生都有 裡面 這些景色會嚇你一驚 哇!好暈啊 鐵船地轉 哇!這個設計挺有趣的 哎!不行了 哎!哎! 哎!哎! 其實是幻覺來的 這個恐龍館裡面 可說層次多多 一個層次比一個層次精彩 這裡有恐龍骨 當然是假的 它們也有圖文並佈 有專人講解 恐龍是怎樣的結構 雖然我們在泰文 但沒有所謂 在這裡拍張照 押個讚就算了 這個房間 就是一些展覽 告訴你以前的人 考古如何研究恐龍 在這裡拍照留念 咦! 納出去才行 不行啊! 釘住了 那當然啦 遊客有時候會手多多 如果你不釘住 那些人納出去怎麼辦 做得好啊 哇!這個都相當認真 後面的地圖 告訴大家 世界各地遠古的時候 哪裡有恐龍出現 不說你不知道 在泰國也有 在狂鏡的地方 竟然有恐龍 是哪一隻 是這一隻 嘩! 主題樂園 一定去到一個地方 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很多恐龍 在這裡動來動去 有些還在這裡走 走的當然是真人扮的 那些假的 都許許如生 不規則被動動 哦! 真是 大開眼界 有些恐龍 那些恐龍 一隻隻 都有血有肉 血就是裡面的人 肉呢 你摸一下 摸不到 我才摸到 它那些的位置 全部都是有Tester 不是硬膠的 就是量身訂造 是很細節 甚至乎眼睛 都會動的 哎呀 哇!真是厲害 哎呀 好厲害 好厲害 喂!不要攪拌啊 不要攪拌啊 怎麼攪拌了 其實這個恐龍樂園裡面 據稱有超過200隻的恐龍 有些是站在這裡機動 有些是人扮 可以說是全東南亞最多恐龍的地方 就是這裡 不要攪拌 隨時之外 這裡還有一個摩天輪 於是從今之後 曼谷除了河邊 在這個市中心 都有另一個摩天輪 這裡一直會營業 至2017年的1月 你們隨時來都可以 這裡還有一個火山 火山裡面 有一個4D館 哇!厲害 不過暫時還沒得看 它要5月1號才要開業 遲些大家就可以親自來看看 裡面有多4D 來到這個恐龍樂園 不單有東西給你參觀 給你看 這麼簡單 有些是還互動的 可以在這個地帶裡面 就有類似Wall Game的形式 你會和你工作在一起 打成一片 就有恐龍會追來 挺好玩的 不過暫時只限於泰文 遲少可能有英文和中文 到時你聽得明白 就算看明明 不緊,人走就走 這麼簡單 最起碼是看恐龍 恐龍果然是一種很強悍的動物 騎了這麼久 我都很難控制得到它 試問騎過水族電單車 騎過滑雪車 騎過大象 騎過馬 當中最難控制的恐龍車 真的被它考慮了 這個恐龍處理樂園 都是說娛樂資訊並重 而且每天晚上 暫時晚上似的日間都可以有 就是一個恐龍表演 恐龍會出來和你接觸 哇